马总统访问甘比亚最后一天的重头戏 除了签署联合公报 就是两国元首PK踢足球 高中跟大学都踢足球的马总统 球技果然不含糊 三次踢球都进球 比贾梅总统多进了一球 虽然阁员中只有外交部长杨靖天进球 不过靠着马总统督进三球 台湾三战二胜 总算讨回面子 马总统PK贾梅 第四回合五对五足球赛 GO 中华民国 加油加油加油 台湾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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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传上特制的球衣 马总统领军 加上胡维珍 杨靖天 王如璇 林胜中 五官王先民当守门员 一字排开气势十足 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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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虽然年龄加起来高达355岁 至少赢过对手100岁 不过高中跟大学 都是足球班队的马总统 球技可不含糊 加油 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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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一回合只有马总统进球 一比零 台湾队先下一城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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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下来两回合 除了总统之外 阁员只有杨靖天进球 其他队员全部共沽 总计台湾三战两胜 而且马总统三球都进 开心写在脸上 我们实际上只有这个真的在比 比像第一场的伏地挺身 是讲好了做20个 我每天都做70个 所以实际上还没有发挥了 离开干比要前总算拿下一胜 让马总统一吐闷气 行唐人亚特电视 纵口报道